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要渡台的心情 唱黑鬼祀 雅甘雞 古名滅忍山 滅忍山 滅忍山的意思就是台湾 它也是形容 每個人要跨越的一個 怎麼講 心理的障礙 也是滅忍山 所以我們就借股用金 黃蓮玉手中專輯 將清朝詩歌渡台碑歌 擴大引用在現代人的心境 歌詞也從客家人的觀點出發 台很早期 他們離開艱困原鄉 希望在台安生立命 我祖先19歲 叫黃玄欣 非常謝謝她 那個時候卻決定要來 因為要不要來 不是那麼容易的 第一個 你可能要花一筆錢 抱持感恩的心 做這張專輯 只是製作過程 彷彿呼應祖先來台之路 異常艱辛 這個過程是非常的 真的 就像滅忍山真的是很要人命 去年12月就要發這張專輯了 那我9月份 我主打歌都還沒寫出來 你知道嗎 滅忍山還沒寫出來 可是突然間有一天 9月中嘛 有一天 他就出現了 那我想說 吉他拿來我就試 那個吉他有六根弦嘛對不對 我就很奇怪 就只彈那兩根弦而已啊 就這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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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在關鍵時刻 主打歌終於完成 滅忍山是音樂和歷史對話的經典之作 也連奪金曲3-3 三大獎項 包括最佳客語歌手 最佳客語專輯 還有評審團大獎 黃黎玉所屬的新寶島康樂隊 也拿下最佳演唱組合獎 我在新寶島康樂隊 可能是上豪華那個郵輪上面 但是你知道就是 可能是坐慣那些普通的船 或者說喜歡游泳的人 坐那種船 會暈船 我曾經坐過那個有一個郵輪 我那天晚上吐到不行 即使搭上豪華郵輪 也不忘游泳的美好 黃黎玉不練戰新寶島康樂隊的穩定 持續做客家音樂長達30年 我很奇怪 我就是很喜歡講 小時候就很喜歡講嗎 就是很喜歡講 然後很多同學都不大講 而且那個時候是 政府是限制你講母語的 對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嘛 但是我就偏偏就要講啊 當然在學校就是照學校規定 在家裡 我離開學校 我就講我自己熟悉的語言 跟同學也是 同學不講我還會叫他說你講 說好不好 說好不好 骨子裡的客家魂也引領他跑遍世界 停以調查客家山歌 有一個民間的老師啊 他是山歌 他是民間藝人 他叫徐木貞 找到民間藝人拜師學藝 黃黎玉一次次探訪也像是尋根之旅 61歲的他當過酒吧餐廳老闆 也曾當工程師開公司 經歷挫折才找到使命 所以就可能會到當鋪去啊 當當鋪的常客啊 或是找一些朋友 那個那個周轉一下啊 就是你的生活畢竟就是 就是那個低潮嘛 你所謂低潮並不是什麼創作低潮 告訴你啊 創作低潮表示說 你的收入很低潮嘛 九個金曲 兩個金鐘 對 對 有了這些榮耀加持 他繼續前行 沿途就算難行也不會放棄 因為客家音樂是帶他回家 唯一的路 山谷那一條路 鑽燕雅一條路 巴拉新聞馬下一站樓 台北採訪報導